哈喽各位 欢迎回到Zoe频道 那今天这一集呢 就是来看一下高龄对你的2024年 有什么样子的讯息想要在最后告诉你 以及关于2025年的讯息 有什么想要签 一样告诉你的 那我们今天的讯息 不会说把所有全方面都讲到 譬如说爱情工作啥的 我们就是看牌出现什么就讲什么 所以他可能会讲特定的讯息 也有可能是讲某个范围 某个时间点的讯息 所以都不一定 你就是可以当做一个讯息的参考这样子 好吧 那我今天有选了三个符号 都是我最近突然特别有感觉的符号 可以让你们做选择 那你如果现在准备好了 我们就直接来进行选牌 如果还没的话 可以先帮我按暂停 哈喽牌主一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的2024年最后高龄有什么想要跟你说的 还有2025年高龄对你的未来讯息 OK我们都会分开来讲 好的那我现在会先做个进化 然后还有连结的仪式 那你如果想参与的话呢 你可以就是看着影片 那你如果不想参与 你可以快转 或者是就是直接切到那个抽牌之后的画面 我只是觉得或许我们应该要把这个事前仪式给加进来影片当中 应该对某些观看会比较有连结感 alright Spirit Godmother Angel Higherself Universe Earth Mother Please help us contact the messenger For pile number one We are doing a reading today For layer 2024 and 2025 Please help us contact the messenger Pile number one Let's choose the key OK OK Pile number one Choose the key Go to see 我们先选个2024年高龄们对于2024年的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指引你们的 我们有五张牌 然后现在意外的又跳出了一张宝剑6的逆位 待会我会一一的把牌拿起来给你们看 先等会啊 先等会啊 第一张呢有我们的吊人牌 然后第二张有我们的塔牌 第三张呢有我们的魔术师全部都是大牌 OK 第四张有钱币8 然后第五张的话有钱币3 最后一张是宝剑6的逆位 OK 因为前面实在太多大牌了 然后我们现在在讲的是2024年的最后 高龄们想要对你说的 我觉得你在2024年最后一定也是挺忙的好吗 一定也是挺忙 我觉得这个忙呢 不一定是说工作层面的忙 包括心理层面 灵性层面 还有3D 4D世界 还有你的内心层面 内在小孩层面 各个层面的你都很忙 就是感觉都经历了很多很多课题的意思 那不只内在层面啦 物质层面也有 就是也许真的有工作上的忙 也许真的有其他问题上面的忙 因为我觉得这边好多各个分散的能量 都综合在出现在这里 尤其是牌有大牌有3个这么多的大牌 就特别让我觉得很复杂很烦很多 那最后的两张都是钱币的牌 我会觉得面对这些事情呢 你只能苦干实干 你只能撑过它们 你只能努力的去给它扛过去 你没有别的办法了 OK 所以不管你的这个在忙的 究竟是内在课题 还是外在实际的课题 工作层面啊 还是什么 爱情层面啊 都感觉特别的需要 你很用力的去经营 很用力的去执行它的感觉 然后最后一张是宝剑6 然后宝剑就通常都有移动跟离开的意思 但是我这张还看不太出来 它的移动跟离开 或者是去往什么方向 我目前还看不太到 All right 再来有一张Run and Run 这张代表的是 就是重复性出现的一些课题 重复性出现的一些问题 所以有可能你 这边最后2024年在忙的东西 有可能会让你觉得好像 我一直没有办法过了这一关 或者是我一直感觉都卡在某个漩涡里面 或者我一直都 感觉没有办法逃出这个状况 所以这个宝剑6感觉可能也是又回来的这个状态里面 所以也许现在指导灵跟高灵们想要告诉你这一个 一直repeat 一直重复的这个课题 这个问题 可以怎么去面对 可以怎么去解决 那么我现在呢 被召唤应该要看一下它的说明书 OK 所以呢 让我来 读读哦 The truth is that you are standing at a higher level looking down into a some constant You will learn something do something better and break a cycle set up in the past Oh my OK 它的意思比较像是 这个重复循环的东西呢 它会有个新的路径出现 当这个新的路径出现之后呢 你就可以逃出这个死胡同 就可以有移动 就可以有新的展开或者是新的变化出现 但是这个过程究竟是怎么转变的呢 我们来抽一下吧 你究竟是怎么走过这个胡同的 好 刚好有一个走过的牌 Between world 这个就是一个 哦 这个就是一个走过去嘛 然后还有Milk and Honey 也是一个彩虹走过去 然后还有Image 想象 这个虽然听起来有点不切实际 但是呢 还是得讲 还是得讲 它的感觉比较像是说 你可以先想象 你已经度过了这些事情的画面是怎么样 想象 OK 感觉一下那个feel 想象一下那个场景 想象一下那个画面 譬如说假设我好了 我可能一直找不到工作 那我就想象 我已经有工作了 我找到了 然后我在这个工作上班 然后我每天日复一日 然后我每天就是打卡上班 下班 OK虽然很色畜 但是我现在就想要这个 OK 想象它 感觉它 feel它 这边是这个 的建议 那因为排阻力的人应该 很多 所以我也不知道你现在一直在 困住的课题是什么 所以每个人想象的状况呢 可能也会有点不一样 那对2024的各位 各位还有某什么样的讯息呢 这是目前为止 2024想要告诉你们的 我想要接下来换2025 那2025的话 有没有什么样的讯息 要告诉他们呢 哦对 哦 嗯 刚刚呢 不是有说2024那一个想象吗 我不知道我后面 有没有接的好 我刚有点 瞬间 一直在 想说 啊 赶快来讲2025 然后我有点忘记 刚刚2024那边 有没有接的 结尾顺利 反正 刚刚所说的那个想象 它就是能够带领你 去前进那个 前进那个死胡同 它就是一个方法 让你去想象 让你去 呃 有那个过程 的画面出现 然后去吸引那个未来的意思 那同时也可以借由这个想象 去让你看见更多的机会 让你看见更多的选择 所以刚刚所说的那个解法 就是比较像是想象 然后去感受那个画面 并吸引它 当你觉得可能又困住了 或者是又卡住的时候 可以做这件事情 OK 好 那么 再来我们看看 2025 前币的骑士 选杯三 选杯六 宝剑二 宝剑一 哦 我们有两张 而且都是小牌 还有人物牌 OK 两次的圣杯 两次的宝剑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张的话是我们的前币骑士 一个骆驼 然后后面有圣杯三 圣杯六 宝剑二 宝剑一 从第一张的前币骑士呢 感觉很像是有一个人 然后这个人我不确定他是指谁 也许是指你 或者是指你身边当中的其中一个人 或者是未来会出现的某一个人 然后后面的圣杯三跟圣杯六 感觉很像这个人的加入 组成了一个团体 组成了一个群体 一个group 一个活动 然后在这个活动当中呢 你也参与的很开心 你也参与的整个连结 然后跟大家都很有情绪上面的流动 情绪上面的感受 这让你有点顿悟 或者是点开了某些你心中的疑惑 也许是某个课题 或者是也许是你一直没有办法解开的 一些压抑的想法 所以现在指导灵 有点像针对某个明年会发生的过程去叙述 然后这个过程 它可以影响很大的范围 也许好几个月啦 或也许解开了很大的 你心中的某个疑团啦 我不确定 有可能它可以影响的时间 不一定只短暂的几天而已 OK所以 这边有看到一个团队 然后你好像是加入了 那这个团队让你觉得很悸动 让你觉得有参与感 让你觉得在里面是有氛围的 是大家都很有情绪共鸣的 然后它解开了你心中的一些课题压抑 好 我们来塞个塞子 看一下这是什么一回事呢 天皇星义工跟金牛座 OK 这个金牛就让我想到 而且这个也很像是在煮饭操作什么 所以有可能你参与了一个团队 然后他们有跟你一起煮饭啦 或者是做一些日常生活的事情啊 或者是一起化妆啊 一起画画啦 一起怎么样怎么样 一起这样 然后就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日常生活的活动 然后它扩张你的人际圈交友圈 对 然后有些人可能也会透过这个圈子呢 得到了一些情感上面的认识的对象 因为这边的前面圣杯都还蛮有情感元素的 有可能可以认识对象 或者是认识一些朋友也好 反正它就是情感上的交流 都有打开了你心中的一些疑惑困惑课题的感觉 好 还有什么样的讯息呢 给牌主一的钥匙 最后的这张宝剑衣 也蛮像一张钥匙的牌耶 就是 对啊 安卡的牌 然后再有一个钳匙 钳匙 两张钥匙还有保健钥匙 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说 我刚刚所说的这个课题 这个东西感觉像是 你可能在2024年一直很想要努力得到的东西 或者是一直很想要去找到的意义的东西 所以这个团队可能跟你之前有想要去找到得到的意义是有关联的 对 它可能属于你的某个个人的梦想 某个个人的成就 某个个人想要得到的目的有关 所以可能你的这个梦想或者是这个理想 有可能会透过这个团队去实现这样子 我们又出现了一张圣碑6 这个东西它一定要有一些人加进来才可以完成 就是不止你一个 也不止另外一个 还有可能有2到3个人以上的团队的感觉 对 好的 那么 还有某什么样的讯息想要告诉他 OK 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拿我画的这一个爱情牌 ALEGO 这看起来就是一个团体互相协助 然后还有 感觉有 嗯 有些人可能会从这个团队得到贵人或者是恋人 或者是朋友的关系 对 抽一下我的感情讯息牌 排组1的这一个感情 看淡 看淡 这个看淡很像我这边保健二保健一看到的东西就是 你以前就是很在意这一个 或者是甚至是你心 心里面的一个矛盾点 但是透过这件事情好像 这个矛盾就慢慢的没那么重要了 没那么 没那么影响深了 没那么 没那么对你来说是重大的问题了 就很自然的解开 好我觉得没讯息了 这个话题 over over 就是这么快 嗯 等我一下 再来 再来我们看看 他有没有知道也想要告诉你们的2025年的讯息 还有三张牌 ok 还有三张牌 2025年的讯息 嗯 第一张有钱币4 然后还有截肢牌 以及 三杯7的逆味 刚一打开钱币4就有一种感觉是放开来放手去做 我也不清楚这是指什么 也许你知道 就是 现在的2024的你知道有什么东西是你必须要放开来 然后大胆的去做的 而且给予他很多的想象空间去想 然后想了之后呢 有很多的想法嘛 你就去 也许可以执行A 执行B 执行C 就是他可以大胆的去 去应用 ok 你可以有各式各样的选择 各式各样的路径去走他 甚至是你要同时走好几个路径 也可以 ok 那他这边也有指说 这个大胆的去 也包含可能爱情上的 譬如说你大胆的去跟很多人 很多人谈 认识看看 或者是你大胆的去跟一些人互动 曖昧 然后再决定你到底是想要什么也行 就是你可以放开来 Have fun 放开来大胆的去怎么样 的意思 好吧 看还有指什么 对我觉得他这边指的就是一个思想上面的大胆放开 所以他可以扩及到任何一个领域的爱情啊 工作啦 或是其他领域都行啊 你们就自己想像 好 OK 他们有什么样的讯息想要告诉牌组一呢 好像没有了 耶 没有了 感谢你们牌组一 今天的讯息非常的简单 直接明了快速 希望有帮助到你们 那我最近有开这个 2025个人运势占卜影片 你如果有想要报名的话呢 可以去参考底下的报名连结 我不确定名额还有没有 但如果说 连结表单 已经不能够再继续回复了 就是等于 没有报名名额了 因为我这次只有开20位这样 OK 好的 那我们就到这边咯 拜拜 换牌组二 哈啰牌组二 各位 你们选到芒果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选芒果 真的就是我的 脑海突然出现了这个画面 所以想说 或许可以是一个指引这样子 那我现在会先做个 呃 仪式 来做个高龄的讯息连结仪式 那你如果不想看 你可以直接 跳到后面的抽牌 然后已经在讲解的过程这样 我只想说 把这个仪式加进来会对于 我们连结讯息会更 有连结感 不论是我 或者是在看的你 Alright Spirit please help pile number two to connect their message Connect their energy to talk about their to talk about their 2024 and 2025 好的 选到芒果的各位 选到芒果的各位 我们来看看 2024年 高龄想要跟你们说 什么样的 信息呢 最后的2024年 全权的适者牌 等我一下 我待会再一一拿起来给你们 先把牌给抽完 然后还有 一张全权试着 截至牌 月亮牌 月亮牌 战车牌 力量牌 还有圣杯三 底牌 OK 第一张全权 第一张全权试着 第二张截至牌 第三张月亮 第四张战车 chariot 最后一张 力量牌 然后底牌 我胜杯三 OK 首先第一个的 那个 这一张全权试着 就让我感觉 有点像是在讲 你们很想要做很多事情 可能在最后的2024年 你的灵魂啊 或者是你的 日常生活啊 都有很多想要做的 然后也有很多 有兴趣的事情 可能也想要去 展开一些小活动 小的兴趣 小的 安排之类的 都可以 就是让我觉得 不论是真的正式 是工作上的 还是是学习上的 还是是 休闲上的 活动上的 都有好多想要做的 然后截至牌跟月亮 会让我觉得 有点力不从心 就是这个力不从心 也许是 你的精力跟不上 或也许是你的时间安排的 没有办法很充足 或也许是可能 就是没有办法 把所有的东西都满足 有可能是你真的是 就 一个精力小火的感觉 就是有好多好多的想法 可是就是没有办法 一天就只有24小时 然后 也有其他的事情给干 所以呢 没有办法这么的 把所有的事情给安排好 那 站策在这呢 就让我觉得你的内心 会有点小矛盾 会有点觉得不甘心 会有点觉得 不够 所以就有时候会觉得 我不想干了 我就是想要把很多的事情 拿来做我想要做的 所以可能你的心中 就已经在想 我应该要不要放弃 放弃这个东西呢 我应该要不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呢 我要不要辞职呢 我要不要离开这个呢 我要不要怎么样怎么样呢 可能就会在想要不要做一些事情上面的抉择 选择了 那这边的力量牌呢 看起来很像是 先稍等 先不急的选择 我们先不急的 太直接性的淘汰掉任何事情 我们先 花一点时间去观察 再看看再想想 行吧 的这种感觉 譬如说也许你觉得原本应该要淘汰 或者是拒绝的东西 但它其实可能下面 还有很多很多 你可能之后会发现 好有兴趣的东西喔 但为时已晚 你已经错过它了 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景 所以呢 为了 不让你后悔 好 可能你得再对一些你想要淘汰 或放弃的事情 再有更深入的觉察 再有更深入的观察 因为它可能还有更多的东西在底下 它有更多的treasure 有更多的宝藏 有更多的好 是没有看到的 这个中间的月亮牌也是 象征着一个内在的情绪感受 潜意识 所以可能潜意识呢 它会知道这个东西 它有更深层的 智慧 更深层的好处在 但是有时候我们的表意 是我们的脑袋就是看不到 我们就单纯的被我们的日常生活啊 给吸引走了 就是比较难去连接到深层的这一块 所以我们抽一下这个大楼牌看看针对这个讯息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 这个treasure island它也是一个乌龟的象征牌耶 可能也代表说不急耶 就是这个过程得慢 得细细的去品 所以那个底下的东西才慢慢的浮上来 因为第一章的确是有点急躁的感觉 所以也有可能暗示说最近你的生活上面一些事情 可能让你已经开始觉得急躁了 让你觉得我想赶快把它了解 我们来看一下指什么事情呢 可能是指 就是一些你本来安排要做的事情 它没有特别的领域 因为这边山工 然后搭北角跟射手 就感觉好像是你本来想要做 想要执行的一些规划 或者是本来就已经在做的一些执行的日常规划 那然后你就是想说要把它给淘汰掉 不做了不干了之类的 那它这边就是指这件事情 它可能要慢慢来 细细品 因为它现在还不到这个决定的时刻 可能目前太急躁了 或者是太仓促了 这个决定还没有办法立即的看出来 这边也没有告诉我们说 这个决定的未来去或留 没有 它就只是在说得细细品这个时刻 两张5 好吗 都是细细品尝的一个时刻的意思 这个fitis刚刚有跳出来 我需要看一下它的说明书 你们等我一下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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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te Acceptance 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 你可能会觉得很难去操控它 很难去控制它 很难去改变它 你就会觉得 我就有心想要去移动 想要去选择 可是你却有心而无力的感觉 所以他说有些事情好像也没有办法去影响它 因为它就是注定就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就只能细细的去品 细细的去体验它 细细的去享受它的意思 对 有些事情可能没有办法去控制它 但是呢 你是有智慧去判断哪些事情是能控 哪些事情是不能控的 不许它有一些智慧 就是这个过程的智慧想要教导你什么 那我觉得第一个感受到的教导你可能是指 耐心 因为前后都是很有耐心的拍卡 一个是缺少耐心 一个是需要耐心 就是都有跟耐心有关 所以也许 现在2024年的最后 就是得细细的去品这些过程 你知道吗 纵使可能有一些不甘愿 甚至没力气处理的这个情况 但无法 你只能去品它 虽然无解 但也好玩 但也好玩 所以最后就有一张圣杯衫 享受它呗 好玩它呗 好 我们的2024年最后 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讯息 然后告诉他们 保健时 它是说相信我 2025年会很快的 有个移动 能量上的下一步的 所以很快的你的这个状态呢 就会移动了 就会改变的 所以我们就紧接着来讲这个 2025年呗 2025年指导人有什么样的讯息 所以先要告诉我们 想要跟我们就选到 芒味的各位 白了我讨厌吃芒果 芒果就有一种芒味 我真的很讨厌 就跟有些人觉得 那个哈密瓜有哈味一样 我虽然很喜欢哈密瓜 但那个芒果的味道 我虽然一直受不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一次这个 好 高临需要让我们用芒果 当作指引的选项 奇怪 好的 看一下 直接跳出了三张 第一张有魔术师逆位 第二张有 又是刚刚的审判 不是审判啦 那个Temperance节制牌 sorrysorry 然后呢 又有跳出一张 刚刚一样的 这一个Pathlet of One 权杖使者 有些人一定会在想 你到底有没有洗干净 跟你讲 洗不洗干净不是重点 重点是它有重复出现 有时候你就算洗干净 还是会重复出现 好 再来 有一张聖杯果王 因为也许是 他还想要重复刚刚 就是延续刚刚的话题嘛 所以就是才会给我们一样的牌 聖杯果王 然后还有一张全章6 然后还有世界牌 待会再给你们看 2025年 可能 我觉得你有很多可以期待的 有好多兴奋 好玩有趣的事情 我刚刚突然有个感觉 就是 我刚刚不是说权杖四者 感觉你有好多想要做的事情吗 那 为什么会预先download 这些你想要做的事情呢 可能是因为这些就是 应该要在2025年一一的去安排 所以你现在就是 预先的有这一个 可能你 你也许有一个先知的能力 或也许你有预先萃取了2025年的这个力量 这个能量场的能力 所以你就预先的感觉到 我可能想要先做什么什么东西 所以你现在就是有好多想做的 那这些就是会在2025年 就是一一续的这个排下去 权杖一 钱币六 好 觉得差不多了 看一下 第一张就是有我们的魔术师的逆位 搭配我们刚刚前面抽到的两张截至牌 以及权杖四者 这个很明显的就是在讲说 你可能 这些你在2024年想要做的 但没做成的 或者是有些事情 你很难控制的 然后觉得没有办法去撼动它 改变它的 可能在2025年会有一些新的发展出现 然后让你能够对于他们的这些见解观点 有所改变 譬如说你终于有时间可以去安排这些事情了 然后譬如说可能这件事情本来无解 后来变有解了 变成有一些新的方向出现 来能够去前进它们 可以去成长它们的感觉 你就是感觉有一些行动力 有一些能够去操控的feel 所以这边有这个 圣杯国王 那个魔术师你以为我反而觉得 他算是一个好拍 因为有些事情可以颠倒过来看清楚 甚至是有不同的解法 的感觉 所以才有这个后面的圣杯国王 就是一切都感觉 比较能够有秩序的去做一个 安排处理这样子 那如果是在爱情上面的话 感觉也是可以应用进来 就是如果在爱情上有些你觉得无解 有些你觉得一直找不到方向 然后甚至是可能 可能你很想要做的事情 那在2025年 就是有办法能够去圆满它们 或者是能够去 去找到方法执行它们 成就它们 所以这边的后面的权杖六 跟世界牌 感觉就是你有了一个方向 去做 去做 然后甚至去实现它们这样 这边的 呃 那个那个的 皇帝牌 也算是一个建立啦 就是真的有建立起来某些事情 真的有建立起来某些东西 所以这边指的范围很广欸 就是每个人真的领域不一样 甚至有些人可能就算我讲一个领域 也有可能包含到你的两个领域 你知道 所以我这边真的没有办法太细讲 就是它这边指的事情是指哪一个范围 你只能大概的去理解它 好 那后面这边有权杖一 然后还有钱币六 可能是在暗示着 资源上面的调配 资源上面的应用 资源上面的适当给予 所以也许在展开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手上有一些钱 假设我们举个例子 假设这个范围领域是跟工作有关 那你可能就是得应用一些钱 去看怎么安排 怎么调配 怎么放在这怎么放在那 那这是一个比较需要学习的过程 所以有关资源调配的部分 需要努力的去学习 因为它是指说这件事情的展开 或这个过程展开 它你可能还不是很熟 所以它才需要有这个 比较专业的资源安排的知识在 那如果说这个事情是指爱情的话呢 那我们再举个例子 也许这个资源调配跟钱没有关系 也许是跟你要怎么分配你的内心的 这个爱的分量有关 比如说我应该爱他多一点还是爱我多一点呢 还是应该要爱这个A人多一点 怎么分配这个取舍要放在谁 把心放在谁身上 那可能这一块就是需要有一点学习了 你需要多去学 我到底这个爱是要怎么样去应用 我应该要怎么样去调配 我应该要怎么样花时间在爱自己身上 这个是一个比较专业领域的过程 就需要自己去多细细的品味感受琢磨这样 所以说这边的这个资源分配 它不一定要是实际的钱 它也可以是无形的爱的分配 或者是某个努力的分配 或者是某个情绪上面的分配 或者是某个事项上的分配 它都可以的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还有没有什么样的025年讯息 要告诉各位 告诉选到芒果的牌的各位 Flexible就是安排调整好吗 安排调整 适当的去调整 如果说你也觉得 我这个A事项B事项 它安排的时间不太妥当 那你就得适当的去调整 不要硬撑自己 不要去硬撑 这边的还蛮大的讯息是不要硬撑 truth be told 就是可能这些事情你做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我应该怎么安排他们 我应该怎么调配他们 慢慢的你就会看到真相 所以有些东西现在没有解 但是它慢慢的有解答 而且还需要你花时间精力去安排他们 所以这是一个慢慢的过程 不急 不急 我们有两张世界牌 我觉得明年2025年或许你会有很多 扩展自己的机会 可能是 旁游世界 或者是去旅行 或者是认识世界各地的朋友 或者是 呃 本来你的生活圈只有某一个地方 然后现在扩展到了好几个地方之类的 就是你有很多机会可以去扩展 所以在2025年呢 你可以有很多的发展机会 扩展机会 那这个过程会为你带来一些生活上面的动荡 就是会改变你原始的生活嘛 因为它在扩展 但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你必须要自由的去调配这个精力的分配 你要怎么样能够慢慢的去改变这个过程呢 能够怎么把心态调整呢 这都是一个资源的分配 yap 好 我觉得 差不多这边的讯息就是这些了 感谢你们排除二的芒果各位 那yap 欢迎选到芒果在底下留这个芒果的贴图 有芒果的贴图吗 没有好吧 算了随便 那你如果想要 呃 想要认识你的2025年的个人运势的话 我有开一个2025年的个人运势占卜 的名额 名额 那名额就20位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参考底下的报名的连结 如果 没有办法再继续回复连结了 没有这个回复名额了 就代表名额已经满了 好吗 那我们就到这边咯 感谢你们排除二 我们 欢迎下一组 拜拜 哈喽排除三 你们选到的是标志 那这个标志就是我突然有这个感觉 想要拿它来当做你们的选项 就是地板的那个繁华标志 真的很妙耶 今天的选项都很特别 ok 那我现在会先做个连结 连结讯息的仪式 你如果想参与的话呢 就一起参与 那如果不想的话你就直接快转就行了 直接拉到那个抽牌选牌奖牌的画面 ok alright power number three please help a spirit connect with their messaging for their 2024 and 2025 alright 來吧 牌肚三 先看一下2024年有什麼高零的訊息想要告訴你 第一張就是寶劍柳 第二張就是我們的這個權杖侍者 第三張呢有我們的魔術士逆威 第四張有我們的寶劍侍者 兩張侍者中間夾一張魔術士 再來有一個戰車 以及 權杖騎士 我覺得這邊好像是在講人有關的事件 這裡有幾個人 三個人 然後 三個人之中呢 感覺好像出現了一些矛盾 或者是出現了一些問題 當然我們現在在講的是2064年 所以你可以去觀察你現在生活當中 有沒有哪些人是符合這邊的狀況的 我覺得這三個人當中其中一個應該是你 那可能你有參與了什麼樣子的 團隊或者是參與了什麼樣子的朋友圈 或參與了什麼樣子的關係裡 然後這關係現在呢 它就是矛盾的或者是比較沒有這麼順利的 就是能量上面比較阻塞的 那看到的這邊人物牌都是 都是試者跟騎士的牌 所以我會覺得這在矛盾或者在吵的事情 可能就是一些日常所事 或者是一些 就是當然彼此個性需要磨合的點 可能也不是說誰對誰錯 誰對誰錯 就是比較像是 每個人都有各自的需要磨合的點 然後要去做一個協調而已的這種感覺 OK 這也有可能是你的同事 你跟你老闆 或者是你跟你的對象 你跟你的暧昧對象 都有可能 因為這邊就是指人際關係上面的矛盾這樣 那因為這邊有三個人嘛 所以也有可能有三角有個關係 或者是 或者是可能 也有可能不一定要三個人 也有可能是兩個人 或是四個人 或是六個人都有可能 反正就是整個人際上面的團隊上面的問題 矛盾在這邊 那因為前面有一張保健流 我就感覺這件事情 要嘛可能會繼續影響到你們2025年 要嘛可能就是說 你已經想要脫離這一個團隊 脫離這一個狀態裡了 覺得很北宋 覺得很不爽這樣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後面的訊息是什麼 這邊的訊息還蠻指定性的喔 指定性的 所以你如果現在還沒有發生這個情況的話 你也可以看看 接下來的這一個 12月還有11月底 會不會有發生 會不會有發生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後面的情況 是怎樣一回事 這是一個什麼樣子的問題呢 權杖 六 權杖六 然後還有教宗 我怎麼有點像是感覺到一個分裂的感覺啊 權杖十 力量牌 這是一個很 耗盡大家力氣跟資源的一個過程 有一點分裂 也有一點爭奪的感覺 但又好像不是那麼的爭奪性 就是很耗盡彼此的時間跟精力 然後真的不知道在幹嘛 就是很沒有意義你知道嗎 我想要不要解答 這邊的建議訊息喔 regeneration 我覺得你如果真的很想要去改變這個狀況的話 你可以去做點什麼你就做 那如果你已經做了 那也沒有辦法改變 你就先暫時抽離 這個regeneration 有點像是針對你自己心中的一個信念上面的調整跟改變 所以你如果真的對他們沒有辦法有任何的撼動 那你就改變你自己吧 你可能就是 改變你自己心中的理念 改變你自己心中的想法 重新的去建立你想要怎麼樣的一個人際關係存在 你在這個人際關係當中 你一直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 是被害者角色 還是強迫者角色 那你就重新去思考 這個關係上面 你想要有什麼樣子的角色去扮演 然後再去建立你的人際關係 所以你是可以有這個選擇權跟這個權利去決定 你想要跟什麼樣子的人相處 跟什麼樣子的人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你可以扮演一個和平的角色 然後在一個很和平的關係裡 這是OK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喜歡的話呢 你可以這樣子創建 那你不喜歡的話 而且也覺得你現在這個團隊就是完全無法的話 那你就是得重新建立 你就是得 你知道有一個新的這個 自己的角色重新選擇 truth be told的意思就是 你就算不做這些事情 慢慢的你心中也會有一個真相 慢慢的你會看清楚誰對你好 誰是誰非 孰是孰非 然後你該怎麼做 慢慢的你也會看到的 所以通過一些日常的瑣事啊 還有一些你們之間的互動啊 你可能就知道 你該怎麼做 你該怎麼樣去掃清楚這一個關係 掃清楚這一個團隊 我看一下還有沒有別的這個訊息呢 還有沒有別的這個訊息 還有沒有別的這個訊息 死神牌錢幣4全帳2 OK差不多差不多都是一樣的訊息啊 好行 那麼我們看一下2023有沒有別的吧 看一下喔 2024還有沒有別的 噴飛噴飛錢幣9 結智牌 我覺得好像是要調整一下你的信念耶 調整一下你心中對於理念夢想想法想要達成的目的的這個信念 你好像需要調整一下 因為這個跟我們待會兒要講2025年好像有點關聯 所以也許你現在可以觀察一下 有哪些東西你可能也不想要再繼續朝向他了 譬如說你可能想要考研究生 或是你可能想要拿到某個工作的offer之類的 你可能可以觀察一下 你還有沒有想要這個 他是否還是你心中的那個number one呢 還是他已經有變化了 那你就調整並且去放棄他 或者是改變他選擇他的意思這樣 OK 所以那最後的這個2024訊息比較像是做一個 思想信念目的理念想法夢想上面的一個調整跟分配改變 為什麼MAN那麼多調整啊 今天三組拍的訊息都有調整的意思 這個結智牌出現了蠻多次的 然後他這邊指的還有包含 曖昧關係戀情關係喔 就是你的戀情關係裡面 有哪些信念跟想法也是需要做整理的也一樣 所以他這邊指的是全部人生面向 就是你認為需要調整的 趕快調整 OK 對 好 我們來看2025 2025 還有沒有什麼樣的訊息 要給我們的排數3 第一張 影視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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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然後還有這個魔術日益的逆味 我覺得你好像要孤單一下喔 你們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 OK我現在呢有再多抽後面幾張牌 因為剛剛突然朋友傳訊息 所以暫停一下 然後馬上來接了 那我剛剛不是說這邊 前面這兩張就是感覺有點孤單嗎 就是有點一個人 Alone time的感覺 好 The Hermit 所以我覺得有可能知道你想要告訴你 就是在2025年的剛開始 或者是又開始之前 你可以先有更多的自己的獨處時光 獨處時間 因為我覺得接下來的路徑 是比較需要你有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 然後去前進的 所以可能沒有辦法仰賴那麼多人 或者是沒有辦法有這麼多團隊跟你一起 或者是有可能現在靠這些人 根本沒屁用的感覺 所以這邊有宣章我逆味 就是我感覺有些人 他根本就是在輿龍混雜的 就是你知道一點意義都沒有 就是感覺充數的那種feel 就很煩這樣子 所以有可能你就是 既然人沒用 人靠不住 我們就靠自己的這種感覺 所以聖杯八跟老劍光就是 你知道很照自己行蹤的想法 很照自己的決定了 我就去執行 我就去幹的這種感覺在這 縱使可能有艱難 但我也願意 我也感願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是指什麼領域好了 就是 你們這些比較需要靠自己單幹的領域是指什麼呢 又是三公 他沒有特別的指哪一個領域 雖然三公有一個特定的領域 但我覺得在這邊的訊息比較像是 就是針對你可能想要自己去經營 想要自己去創立 想要自己去追尋的這個理念 這個道路 這個夢想 這個理想 這個路徑 它是需要你一個人去創立的 就是你不需要問別人 你也可以自己決定 你也可以自己有想法 你也可以自己去走過這一趟很 有趣而且好玩的旅程 所以有可能 取個例子 我們剛剛前面說的那個混亂 也許是指你的愛情 那可能現在就是這些人都沒屁用 你就是一個人 還不如過得好好的 這種意思也有可能在這 但是這邊只是針對一個 2025年的部分訊息 它並不是全年都是孤單 OK所以這邊只是一個 萃取某部分的 2025年的訊息 來去告訴你 那你可以自己去觀察 這邊講的是 落在你的之後 哪一個領域上 是什麼事情 要你一個人獨立 然後並且去享受它 去體驗它 那也可能這是 某部分的2025年 需要你去辦到的事情 這樣 好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HOMO期2025年的訊息 影視牌又再度出現 我們有兩張影視了 OK 看起來也許是需要你去 獨立成長什麼耶 這可能是你其中一個 靈魂給自己安排的一個 一個小挑戰 一個小過程 就是想要暫時的遠離人群 然後遠離一些阿里布達的笨蛋 然後可以自己的去享受啊 自己的去體驗啊 自己的一個人去 去看見自己 其實很棒 你其實可以一個人完成耶 你其實根本不需要靠這些白痴 之類的這些過程 你知道嗎 兩張五都出現了 我覺得有些人就是不靠譜 不知道為什麼這邊的 白足三訊息 就是一直在強調 有些人就是不靠譜 你不如靠自己最有譜 好 然後再來 嗯 看看齁 還有嗎 什麼樣的訊息 好 先酒 2025年還有什麼樣的訊息呢 女祭司 然後還有一張 錢壁酒 我覺得 嗯 這邊有一個意思是 當你明年啊 好像 越感受到孤單 越感受到 一個人的辛苦的時候 你越會得到 某個個人的成就跟地位 這個可能是你很喜歡的一個目的 譬如說 喔 錢 譬如說 某個夢想的實現 某個目標的實現 就是 當你越孤單 或是越寂寞 或是越覺得 好難喔 一個人喔 的這種感覺的時候 這個過程 它就會迎來實現 這一個目的 這個希望 這個理念 它很奇怪耶 就是 我知道有些目的 有些理想 它並不需要一個人去完成 也可以達到 也並不需要這麼辛苦 才能夠達到 可是這邊就是有一種 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 連在一起的意思 所以我只能這樣講喔 並不是說 我想要植入你們 就是 你一定要很辛苦 一個人才可以達到什麼的 沒有沒有 我們也有很輕鬆的方式 所以我只是說 這邊好像 這個事件跟這個事件 這個情境跟這個情境 連在一起了 所以我們才會 把它拉起來一起這樣這樣 好 看一下喔 還有沒有什麼樣的訊息 還有沒有什麼樣的訊息 排除3 錢幣5 我們這邊是不是 喔沒有沒有 錢幣5才出現一次而已 還有沒有什麼訊息 要給排除3 的各位 在這邊出現了好多張5喔 還有一張5 聖杯5沒出現喔 7 全張7 然後保健6 說 說聖杯5沒出現 這邊就出現了 哈 看一下 我確定一下齁 我確定一下齁 因為最後這邊好像有一點像愛情宣傳 但我有一點不太確定 我覺得好像有一個意思是 你越沒有特別的期待什麼東西 那某個東西好像自然而然就會流向你 然後這個東西有可能是愛情 也有可能是工作的目標 或是工作的貴人 或是工作的 呃 機會之類的 就是感覺你越沒有特別的硬性去強求 它自然而然就會浮現就會實現 OK 這個最後的意思 好 那我收一下牌來做最後的統整 牌組3還有沒有什麼 想要告訴你們這2025的訊息 然後我很sorry 有沒有辦法把你們牌組3一進到底 因為中間呢 有一些事情喔 牌組3還有沒有什麼樣的訊息 想要告訴牌組3 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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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 time for a nap and over 這個好像我們剛剛說的孤單 就是一個人 我知道可能孤單或一個人 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很可怕的課題 而且是一個很寂寞的過程 但是呢 你知道 這邊的time for a nap 有可能是指 time to be an orphan and accept it 的感覺 就是去接納這個過程 去享受它 因為它可能就是 是你 呃 某一時間特別需要 特別需要去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因為這樣子才可以有一個 呃 就是 有一個時間去好好的 反應到自己心中的真實的自我 是什麼 然後去看見真實的自己 並且去追逐那個你想要成為的真實的自己 所以這樣一個這樣的一個過程是必要的 來去 birth 來去誕生出一個新的你的感覺 ok 好 我覺得排除3的訊息就是到這邊啦 現在有幫助到你們 那你如果想要看2025年的個人運勢占卜 我還有一些名額可以報名 就是如果你有興趣讓我來算你的名額025的話 我們有開了20個名額 在下面的留言簡介區都有連結 那如果說那個連結點進去沒有辦法回復表單了 就代表名額已經沒了 ok 那特別特別的感謝你們 我們就到這邊囉 感謝你 拜拜